时间摆动澳洲视角 欢迎收看AMC澳洲旅行网红电台 您的第一手VISA宣布平台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Kao 您对澳洲旅行投资有兴趣吗 欢迎您订阅我们频道 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叫我们有新的video新的消息 您对第一手取得最新的情报 好我们今天记之前的 其实就是上一个影片 这个澳洲的教育部长 他还有澳洲政府确认 会把这个留学生配额限制的法规 继续的执行下去 所以2025年留学业肯定会怎么样 当然会更惨 那当然很多人说 Kao这个不是会影响到你们的事业吗 其实从这2024年其实不是一个很顺的一年 不过对我们来说啦 我觉得就是说有时候在政策大变化的时候 像我们能够provide这样子的平台 跟大家透明公开的把很多的信息分享给大家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虽然是没错会影响到我们产业 但是你可以想象吗 如果没有这样子公开信息的平台的话 有多少人会有很多冤案 然后多少坑会这样踩下去掉下去 对不对 如果你按照2023年2022年的方式模式 来申请留学 来申请移民的话 你是不是白烧了多少钱啊 所以我们觉得啦 就是这里是为什么 启发我们在2019年启动了这一个平台 跟大家分享更多这些信息 虽然有些信息听起来不是太好 听起来好像哎呀澳洲就是这样这样这样 但是呢至少你听到啦 你听到如果你原本要去做的事情 你发现是一个不可能达成的部分的话 那至少我还是帮到了你 对不对 你没有去做 因为你真的去做的话 你会怎样浪费时间 浪费很多的钱 因为外面还是 我还是看到非常非常多乱七八糟的仲介 在promote一些东西 那些东西基本上是不可能成的 很多人也看过我们影片 有写信给我们 问说这个可不可以 这个可不可以 我说这根本不可以呢 如果可能我干嘛在那边一直爆料 我干嘛在那边 跟大家把很多新闻爆出来了 所以当然这边也希望大家 如果喜欢我们频道 喜欢我们的内容朋友们 可以给我们打赏 那在这些小小的打赏 小小的赞助 可以通过Facebook啊 超级感谢在YouTube上面 还有我们的单笔的 我这边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单笔的这个部分的话 是在amcnews.com slash donate 这些小小的这些赞助呢 也都会全部转入到我们整个内容 还有团队 再把这些更多更多信息 push给大家 那希望呢 在政策不好的时候 也能减少 然后降低很多人有可能掉到坑的几率 这是第一点 第二呢 在政策好的时候 那当然更好啦 那把更好的这些信息 赶快分享给大家 像年底有可能出来的这个 Skills the Event Visa 还有新的这个Point Test System 这等他们出来以后 当然这个政策又会再翻一次 Anyway我们今天的影片呢 来继续探讨这个 教育产业 留学业 那还是很多人 像我们真的是每一两天 我们就收到email 很多人出了问题 出了问题的时候 我们现在的人会怎么样 我们会上网搜寻一下 哎呀怎么发生这种事情 哎呀我怎么拒签了 然后就会找到我们的影片 然后写信给我们 我们每一两天 我们都收到这样子的东西 还是要我们要在这边呼吁 我们从去年就开始讲 我们看到澳洲政府 要开始打这所谓的Ghost College 然后用Housing Crisis 其实都是假议题 来压着所有政策 所以我们就告诉大家 记职院校这些Vet Courses 不要去报啊 你会遇到非常多的问题 都是冤案 都是你说我真的想要读啊 Yes I know 我知道你想要读啊 但是政策就不在那边嘛 对不对 今天如果政府把一条路封了 然后你不知道 你继续一直开 你原本要往这个A 要到B 但是这边中间有一条路封了 你应该要绕道的 你不知道 你继续走下去的话 如果没人跟你讲 你会发生什么事 那你是不是掉到那个坑 或是直接走到一个死路去 对不对 一样的意思嘛 这边就是告诉大家 这是死路 对你可以继续走 没有人说你不行走哦 Yes那是死路 或是前面有个坑 或是前面是个悬崖 Yes你可以走啊 但是你就掉下去啦 你就掉到坑里面 没有说你不行走 你还是可以走 但是我们希望把这个信息 前面插好几个旗子 插好几个Warning side 说这条路已经死啦 后面是一个大洞啊 不要过去啊 那很多人还是可能他速度太快 他开车的时候没有注意看 他就直接往那条路进去了 那没有办法 那很多人也是啊 已经掉到坑的时候在叫救命 那当然我们可以的话 我们希望能够帮你哦 好我们来看一下最近这些 我这边从这个 Freedom of Information 这是澳洲政府 还有所有的西方世界 民主自由世界 国家政府 我们都可以把他的一些政府 内部的资料调出来哦 那我今天给大家看这一个什么 这些什么东西 这里面总会102页哦 哇那么多东西我们哪看得完啊 我要告诉大家是什么 这个是从澳洲政府澳洲内政部出来的 Notice 发给谁呢 发给所谓的Cry-Course Registration Number 那是什么东西 所有的学校 所有的学校他要收纳澳洲 收纳留学生来澳洲的话 都需要有一个什么Cry-Course Registration Number 那他这个发给谁呢 那当然是发给学校啊 发给学校什么东西 这对不起哦 这个102页里面全部都是5月的Notice 那这个Notice是什么呢 Warning Official Warning 注意 你已经被我们Monitor 已经被我们看到我们已经在你后面 我们要来干什么 我们要准备给你发Suspension Certificate 什么是Suspension Certificate 叫你停业啊 不能做啦 发了多少个我给大家看 这是一家 然后这边讲相关的法规 法规然后你要被Suspension等等等等 法规给你看 发给一家 两家 三家 四家 然后我一直刷 刷不完啊 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一 这到底有多少家 这只是5月 我们要了解 除了5月6月有没有再发 当然有啊 7月有没有再发 有啊 8月有没有再发 有啊 9月有没有再发 当然有10月这个月有没有再发 我相信也一定有 我现在已经刷到 我的手指都有点累了 现在才70多页 我再继续刷刷刷刷刷刷刷到102页 大家看一下有多少间的私立学校 要收到这样子的这个Warning Letter OK 那可想而知 这就是我讲的 我早就预测了 今年下半年会有 会开始有学校干什么 私立学校 公立不会 因为公立政府都会补助 公立最多就是叫 这边十几个二十几个一百个 这个员工 拜拜没有工作了 私立会怎么样 倒闭啊 好 那如果你去Google search呢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然后呢 Education Provider Closures 开始有啦 这边还不多 这边只有十几二十间而已 这些都是怎么样 这边已经 Unappointed a liquidator 要倒闭了 或者是什么呢 Under Voluntary Administration 就是基本上是要准备宣布倒闭 关门啦 就没有办法再这个营运下去啦 这边现在才有两页 我相信不止啦 因为你收到suspension的 你就完蛋啦 你基本上后面你就等到 所以你被 你被suspend 就是说你不能 停止招生 那你不 你停止招生 除非你的本地生 本来就还有很多啦 因为这个停止招生 是招国际留学生 你本地生还可以招 所以那些学校他还有本地生的话 OK啊 你还是可以赚钱 你还是可以活得下去 但你要知道 本地生的学费跟留学生 国际留学生的学费 是天差地别啊 你要靠本地生 撑住你的这个学校 除非这个学校本来就怎么样 就针对是本地生的 他国际留学生没有那么多 如果你只针对国际留学生 你会发生什么事 准备啦 准备倒闭啦 然后申请这个bankruptcy 等等的 准备倒闭 不然你怎么经营下去 你再经营下去就说 陪你不如现在就说 我已经不玩了 直接把公司给 把学校给关了 所以这边呢 还是跟大家讲解一下 注意一下 就是我们已经讲非常多 讲了一年多了 这个独立的 这个私立的 即职院校 不要去碰啊 你就那么爱碰 就跟你说这条是死路 还是一大多人往那个死路 还是这条路后面就是一个悬崖 你开过去是黑的 你看不到灯的 但是你就会飞出去 你就会咻飞出去 然后干什么 发现一年后 怎么三个月没有批 四个月没有批 六个月没有批 一年没有批 最后真的没有批 为什么最后收到的是拒签 OK 那当然很多这样遇到这种事情 还是可以找我们啦 我们还是可以协助帮忙 但是你在未来的留学和移民的部分 相对就会怎么样 非常非常是困难 那再除此之外呢 今天下半部的这个影片 我要跟大家讲一下是什么呢 很多人说 哎呀这个 student cap出来了 他们要把那个 昨天的影片也讲了 ministerial direction 107 把它给删除掉 删除掉 那是不是可能签证就很好送呢 No No way OK 首先我们要知道今年的三月 澳洲政府呢 他换汤不换药 他把GTE换成了GS Genuine Student Requirement 当然他里面的requirement 全部看起来跟之前的GTE 一模一样没有变化 所以很多人觉得说 以前的GTE 我们申请TAFE 我们申请什么 厨师课程 木工的课程 气修的课程 我们都还是批啊 如果GTE 那个时候都这样子都可以批 GS应该也会批啊 No 这是错误的观念 我在这边要跟大家分享 什么 只有什么样的人 在未来 我们会知道 他们的student cap里面 还是有这个VET courses 还是可以给GTE的学生来 那我们就问啦 这GTE的9万人 都是怎么样子的人 我在这边告诉大家 除了我今天告诉你 这个框架里面的 其他以外的 你要去报GTE课程的 都是拜拜 都是不可能的 OK 首先第一个 他可能是 一定是刚高中毕业的 OK 刚高中毕业的 所以学龄还很年轻 18、19岁 17岁这种 直接转技职的 OK 这种呢 他的成功率就会 非常之高 因为你没有其他的什么 读了什么 大学啊 有硕士啊 然后再降级的 我跟你讲 降级的 百分之八九十 都是拒签 不要去碰这个 如果你已经是 这个已经是 Master毕业了 然后你还要再来读 这个技职的 澳洲怎么会相信 你是真的要来读这个东西的 你分明就是想要透过这个东西来工作 然后未来可能有移民机会 那当然他不会给你这样子东西 第二种呢是 如果你真的是这个已经有这个 读了这个 学士硕士 然后呢 然后要加上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你有来过澳洲打工度假 OK 因为打工度假通常会让一个人的人生做一些改变 就是他看到不同的环境 他原本读的东西不是他想要去从事的行业 他透过一次的打工度假以后 发现澳洲这边有其他什么产业 特别他有兴趣的 然后再转业 这种情况下 再去申请VET course的成功率 也会比较高 但是没有比那种直接高中出来 再去申请还来得高 这种可能才 slim可能才 成功率可能是50以上 大概60 60多而已 我不能说百分百 但这样子是可以的 OK 但如果你没有 你读完了 学士说是 你说我还是要 我还是想要转行 但是你没有 申请过打工度假签证过来的话 还是不行的 所以要讲什么 这边其实有一个age gap的那个time frame 就是一定是17岁到30之间 因为打工度假的最高年限就是31 除了除非除了几个特别国家 比如说英国它开放到35了 所以17到31之间的人 在这个年龄的需求里面去申请VET 它的成功率才有高 当然最高的还是什么 高中一读完 就马上进到VET course 这种是可以做的 其他的一定是要透过什么 一定要弯道走一个打工度假 当然你就要 你就要先来这边 真的打工体验那边环境 然后再去申请 这样才会过 还是一样 你如果年纪比较大的 其实我还是建议啦 对你人生比较好的 可能还是走一个master course 会比较好 你如果硬要去申请VET course 可以 你打工就要玩 申请一个VET course 但是你还是一定的 30几到40%的什么 拒签的可能性 OK 那当然在这边 还是要跟大家最后 再提醒一下 这个整个签证level 它已经没有太大的变化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 护照的level也是一个重点 我这边唯一只会建议就是 因为我们这边如果是听 华语中文的 你就是香港护照 台湾护照 然后韩国护照 还有有些人是有美国或者是 加拿大护照的 或欧洲护照的 其他的 你如果不是这些护照的 然后你的年龄 是已经是大学后的年龄的 就是24 25以后年龄的 然后你还要再去报 季职课程VET course的话呢 你的拒签力也是会 非常之高 OK 所以我们简单来讲一下 如果真的什么人会报 这个VET course成功的呢 这个高中刚毕业的 然后没有要去大学 直接就是进去VET 当然通常这种都直接去TAFE 比较多啦 这种的成功率就会比较高 第二个是有来打工度假 然后在打工度假结束之前 转他的整个 career pathway 然后去读一个记者的 这种也会成功率比较高 但是成功率多高呢 大概就是到60这个地方 然后呢 你的护照 当然你能拿到打工度假护照的人 也不是那么多 但我知道现在越南跟那个 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那边也有打工度假 但是他们现在是变 那个lottery的是抽签的 那这种来的 通常 嗯 还是一样啊 你如果是这种level的 你就算来打工度假了 你要再转VET 我觉得那个成功率可能不到 30到40 好 一样了 我们这边看的是什么东西呢 除了跟以前的GTE比较 现在叫GS Genuine Student Requirements 虽然内容物不变 跟之前一模一样 但是他的policy 啊 不一样了 他的要求的level更高 restriction更高 再加上现在因为还有一个 嗯 这个配额的限制 所以他的要求还会再更高 也就是说 如果你不是高中毕业 刚刚马上要转进去的 我真的建议 不要去碰季智院校 Anyway 欢迎大家有任何问题 你可以再留言给我 我们下一期见 拜拜